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派比安稍后会登陆海南岛 并且在明天早上在本港西南500公里外略过 除非派比安显著增强 否则改发更高热带气船警告信号的机会甚低 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明天中52点 天文台又提醒海面有涌浪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有体育团体反映 年轻滑板运动员因为会籍的问题 未能够代表香港出战奥运 涉事的滚轴运动及滑板总会暂时未回复查询 港协企奥委会承认 总会在公平公开轮选上有进步空间 各种的滑板花色 都拿不到15岁的顾家环 过去两年她在不少地区赛都夺金 现在在南京 同时将出战奥运的国家队 最年轻滑板运动员郑好好接受训练 不过顾家环今届就没办法代表香港出赛 因为她并不是港协企奥委会核下架滚转运动及滑板总会会员 2021年她入过总会 但之后改为加入其他属会 完全是没有条文 或者没有一个章程可以让她看到 我究竟怎样选拔 又没有说我到底拿了多少分呢 或者怎样的名字才可以入港队呢 这件事总会完全是没有给过她 她是呆等了一年 国家有出过条文给她 是她可以达至到中国的一级运动员 但是因为没有总会的吸引 香港的总会都不认你 那你可以去哪里呢 我们香港原本是有一个 可以代表奥运的滑板的选手 去不了的原因 不是因为她不够分数 不是因为去差 原来是因为会籍的问题 港协企奥委会说知道事件 强调参与国际赛事 必须经过地区总会推荐 但就同意所有总会 应该公开同盟公平地招揽选手 不可以扼杀 亦都是不可以阻止 亦都不可以有排他性 大部分的总会 其实都是按照一个公平公开的规矩 去做他们的那个论选工作 那当然亦都有些会 我们亦都承认是要有进步的空间 霍启刚说原定在去年年底公布的 总会机构管治指引 将会延至今年九月底 目标是为八十个属会 度身订造 每一个运动 她有自己的规则 她有自己的运动员 每一个分项 她的挑选过程都不一样 公开资料的透明度 网上是否可以查到 是否可以给到我们公众 去参与他们的过程 他们的帐目 他们的运作 人员如何联系 甚至一些比较清晰一点的 可能一些投诉机制 上诉机制 这些都是一些 很应该我们规范化的东西 关注事件的立法会 议员何敬康就认为 街团规范有助发掘更多的体育人才 无线电视记者 现在见到 民建联和印度协会协助 本港少数族裔非永久居民 申请来往内地通行证 活动在京市泊印度会举行 会方以及民建联安排义工在场协助 国家出入境管理局 今月一日宣布 非中国籍港澳永久居民 可以申请办理来往内地通行证 印度协会主席毛瀚说 新安排有助本地少数族的人士 更加深入认识中国发展 我想变成週末放假 有很多人可以上去购买 一个星期一两次都可以 变成上面生意又多了 又可以了解大陆的文化多些 如果多些上游 很多人住在香港几十年都未上过去 现在大部分机会被他到处玩 他们给我一个很深的一句话 令我很感动 他说今次的措施 给他们的感觉 是他们真的是香港的一部分 他们不再被排除在外 因为他们今次的安排 等同有一个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 其实便利程度是类似回乡证 他们是非常非常兴奋的 俄罗斯表示 紧急出动战机拦截美国的战略光炸机 俄罗斯国防部说 美国空军两架B-52H战略光炸机 在巴伦兹海上空飞近俄罗斯边界 俄军紧急出动两架战机拦截 两架光炸机转向离开 俄罗斯领空未被侵犯 两架战机安全返回基地 俄罗斯国防部没有透露具体发生时间 回来新闻时间 两个本地男人涉嫌泛运 日值3,100万元的华尔可卡因 星期一提堂 警方毒品调查科探员根据线报 过去星期六 在葵青葵寿路一座工业大厦单位外 截查两名分别19及26岁的本地男人 在他们手持的纸箱及单位内 分别检获约30及12公斤 华尔可卡因 华尔收藏在绿色胶管 并且偽装成为玫瑰花的花径作检释 两人割臂控反运危险药物罪 星期一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想加入飞虎队 首先要完成地獄州的轮选 再接受长达九个月的训练 完成并且表现出色 才有机会真正加入 成为飞虎队中的一员 飞虎队地獄州的轮选 各项严峻及超负荷的巧合 激造了不少的孝生 而且过到地獄州 也不代表孝生可以加入飞虎队 我们有计分制度 如果它的分数不到某一个水平 我们还是会要它 宁愿收小一点 都希望收回一些比较合适的人 五、八、六、八、五、八 才有机会正式加入飞虎队 今天我们学者的第一件事 是你们的偽装 稍后你们就会开始装身 接着出发 其中野外潜行是对学员的体能 和意志的一大挑战 在飞虎队的10分 都有8至9分 无论它是很热、很冷、下雨 我们都要做 我相信鼓励会大过竞争 大家各有不同的强 有不同的弱 大家互相请教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 9月一起毕业 新加入的飞虎队成员 平均要累积三年经验 才能够掌握全面的技术 去执行反空随捕的任务 他们是亚洲 甚至乎是世界上的同时 是拥有海陆空三棲 执行一些特别任务的一个队伍 对于队员的那个要求 是不单止是说純粹体能 还有天艺、胆量、意志等等 这个是我会形容 能人所不能的 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王牌 无线电视记者张维敏报导 承巴表示希望政府批准 被退役经典巴士重新行驶 打造成旅游景点 承巴说现时有八辆经典巴士 最近复修的是这部俗称 大食轨的利兰巴士 在90年代主力行使沙田第一城的 非专利巴士路线 承巴工程团队用了两年的时间 活化巴士 包括车身喷上经典大食轨标志 并且重装经典间调色彩 经典间调色彩座椅 以及红色窗簾 承巴说其余的经典巴士 保养程度同样达到能够载客行驶的标准 但现行的法规并不容许巴士 在注销车辆登记后重新登记 只能够公开展出 希望和政府找出解决方案 被经典车队打造成为移动旅游景点 吸引旅客 内地科研团队在微型无人机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成功研发一款重大约4克的微型太阳能无人机 你用一张A4纸折成一个指飞机 还比我们的飞行器要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 研发出只有4.21克重 和首长差不多大的微型太阳能无人机 在太阳底下就可以实现持续飞行 团队说太阳能无人机一般是中字大型 但难以应用到微型无人机上 他们最终由日常生活里面 拿到灵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梳头的时候 当我们脱毛衣的时候 都会有大量的几千幅上万幅的静电 它虽然电压高 但是它的电流非常低 刚好就和我们实际的电机面临的困境 和它未来需要发展的方向是吻合的 团队期望这款无人机 未来可以实现长航时飞行 未来更加有望应用到更多方面 未来可以把这种微型飞行器 应用于我们的勘探搜救的活动当中 然后实现一个信息的交互 这项成果上个星期 已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导 南韩首尔检察厅就涉嫌操众股价和贪污案 传召第一夫人金建希文化 韩联社报导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近日传召南韩总统韵石月夫人金建希 有关涉嫌操众得以至汽车股价 以及收受名牌首档作非公开调查 当局说双方出于安全考虑 调查地点并非在首尔瑞草洞的检察厅大楼内 他报金建希及其家属 涉嫌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 参与操纵宝马汽车经销商得以至汽车的股价 以及在前年收受一名牧师赠送 约值17000元港元的名牌手袋 被指违反反贪法 当地反腐机构早前说 没有证据显示那个名牌手袋和公务有关 认为金建希无违法决定结案 澳洲有热心人士发起活动 给老退化症患者定期聚会 希望透过维持社交生活 减硬脑退化的速度 在西澳邦伯利的咖啡室 这群脑退化症患者病友 通常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一 在享受咖啡和高点之余 也会轻松玩游戏 西澳有20多间咖啡店参与活动 指定每个月其中一日 改为回忆咖啡室 区内脑退化症患者聚会 专家指脑退化症病人不单只失去记忆 亦会脱离社交生活 如果他们多些接触其他人 除了减少孤单感觉 亦有助阻援脑退化 专家希望透过回忆咖啡室 让居民更包容患者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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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 健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记制 决定60条全民公开 一共有300多项改革措施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 就文件的说明也同时公开 习近平指出决定稿重点部署 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提出五大重点方向 包括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改革 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及加强中共对改革的领导 经济方面针对政府和市场关系 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又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 推进消费税征收还折后移 并且逐步下滑至地方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充分赋予各个城市和政府 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 民生领域上就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值限制 按照志愿、弹性原则 推进占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决定有四条涉及国家安全 提到要完善涉外国安机制 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场被管核 以及维护海洋权益的机制 涉及港澳台的一共有三条 包括完善港澳台工作机制 比较长篇幅的一条就提到要发挥一国两制优势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 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最高地 建传港澳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感发挥作用机制 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就要推动京津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 更好感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原作用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 中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 会协助更多人才和资金进入内地 相信会推出更多相关优惠政策 如果从这个角度底 香港在吸引人员方面 比较上内地 在某些方面更加勾势 香港比较自由 可以放棄社会环境 又跟这个国际有关系 和最外交通方面 更加重要的是说 即是一些人才 假设它是 无论它是西方人才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海龟派 一日戒备信号生后 预料至少维持到明天中52点 热带风暴派比安集结在香港西南 大约590公里 天文台说按照现在的预测 派比安稍后会登陆海南岛 并且明早在本港西南 矮北公里外略过 尖沙咀夜晚没下雨 天文台说 除非派比安显著增强 否则改发更高热带气船 警告信号的机会甚低 一日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 去到明天中52点 又提醒海面又涌能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发展局局长林汉浩说 当公屋轮后时间缩减的时候 有空间调整 现在公司型房屋七三比的安排 部分新发展区有研究 五五比 本港楼市市方麻麻 发展商陆续提出提振的建议 包括调整 现在公司型房屋七三比的安排 发展局局长林汉浩在本台节目 讲清讲错话 政府早年定这个比例 是希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 缩短公屋的轮后时间 相信长远有空间调整 透露现在部分新发展区 例如新田科技城 新界北新市新等等 已经同时研究其他的比例 接下来十年 那个公营房屋的供应 不仅是达标 还会超过标 所以过了几年 当我们其实那个队 可以清紧一点的时候 绝对有空间是调整 这个七三比 最底线是不可以越过什么比例 其实我们现在有些情况 我们遇到一半一半都有 尖鼻咀榴浮山八例那一带 其实如果你有一个数码 在那里 照计因为人才可能 可能就会多些聚在那个位置 其实如果是那个位 你用七三比 可能大家会觉得 不太配合 短期都有建议 容许投资移民来香港的人 投资卖房地产 令康豪就说要小心考虑 以免令到楼价再飙升 至于容许发展商投地之后 分期给地价等等 来刺激交投的意见 他就说现在没有这个打算 分期的话 其实始终对政府的公帑 那个现金流都会有影响 另外我估市民都不会容许 我们分期付款得利 是不收利息的 如果我们同样要收利息 其实对于发展商来说 帮到他多少呢 不过对于沙田小力园 袁顺怀一幅有周边配套的小型地 收到11份标书 中标价都是市场估计的范围之内 他就认为是利好信息 会尽量考虑下半年 推一些市区中小型地来吸引镜头 不过提醒这类地已经越来越少 他强调就算市况不够旺 影响地价的收入 都不会减少推地 不过由于收入是用来造地和建基建 未免有影响 会研究将北部都回区部分的地方 以片区的方式开发 即是由发展商出资去平整并设计 发展 中环一直到湾仔这一截 其实真的可以有多些餐饮 因为它本身的阔度也够阔 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研究 就是现在的会展站上盖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发展 伸到出去的海滨 其实那里也有一些地方 给我们做一些比较丰富的商业和餐饮设施 美食车 我们也会重新和我们海滨事务委员会 大家探讨一下这件事 拆长松绑 看看它可不可以早些 又引入美食车 在不同的海滨的环节 至于建造业输入劳工方面 凌汉豪说12000个名额 暂时批出9700个 现在不考虑扩大 以鼓励本地培训新人 又说计划实施之后 业界的失业率或者就业不足率 和输入前没有变化 为期7日的书展来到第5日 有参展商说 来买书的内地旅客比以往多 也有参展商认为 假日整体人流比预期少 可能是与市民北上消费有关 内地著名作家小说繁花作者 金宇晴继星期六的讲座之后 再举行分享背 金宇晴亲自为小说画插图 这些插图实际都是很简单的画法 也是笔触都是很随便的 都是在匆忙当中 是用我这个杂志社那个打印 打印机边上那个打过字的这个 S字的背面这么画的 因为图这个东西要比文字更少 在人类历史里面 绘画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能的 分享会吸引了大批书迷捧场 適逢星期日 书展也都吸引不少家长 带上子女来到 不过参展商对人流有不同的看法 人流我们觉得星期四五其实都挺多的 到星期六入夜就开始人流少些 可能都是跟港人的一个消费习惯的 转变也有关系 内地客方面 我觉得今年比以往多了 特别是很多内地客人走到来 我们的桌上都会问 有没有简体字的书 有书商表示 这次书展增加售买其他不同类型的产品 期望增加销售硬 对于主办的贸法局要求参展商 将前立法会议员邵家俊两本书 和资深传媒人欧嘉倫三本书下架 立法会议员黎洞国 吴敬同主办方是自我审查 如果他们看了参展商所展示出来的书 认为不是很适当 在书展里面拿出来展示的话 那当然他是有绝对的权力 请参展商收回 这一件事和那本书 可不可以在香港销售 是两码指示 大家也可以从各种渠道 买到这本书 或者是看到这本书 他认为事件不会影响言论 或者出版自由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导 回来深时间 长沙环大报道有私家车 怀疑被电单车拦腰撞到之后翻侧 最少有人受伤 现场是长沙环大报公路琵琶三段 摄示电单车的零件散落地面 50岁电单车司机 手脚受伤 清醒坐在路边 电单车女乘客身体有多处受伤 救护员固定他的颈部之后送上救护车 再住一男一女 和一个女童的私家车翻侧 车窗碎裂 现场消息指 私家车下午大约三点 沿大报道琵琶山段往沙田方向 洗道确得捷渡交界 又转越过对头线 正在出紧九龙的电单车 在湾位洗道 怀疑收制不及 撞向私家车 五个伤者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无线电视记者 泽瑞文报道 陕西省高速公路倒塌事故 最少12人死亡 几十人实中 国家水利部已经要求 关闭事发位置上游的所有水库 以便搜救失踪者 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二日 倒嵐路段下方的河道 水位正是逐步下降 但水流仍然很急 随着水位下降 搜救人员已经确定 部分跌了落河的车 他们的具体位置 其中河道下游 上午已经再发现三架车 消防员会配合乖人 尝试进入车厂内部搜索 而大量责物堆积在未受损的桥等 令到条桥承受的压力加剧 当局已经安排大型机械加近清理 参与搜救的 除了官方派出的救援人员 也都包括事发位置附近的村民 54岁的钟云杰 就是其中一位由村民救起的伤者 他当时抱着河边三十多米 峭壁上的一块大石 刚刚被原老搜救的村民发现 现场搜救行动仍然持续 但央视引述相关部门说难度非常大 目前正是对未受影响的桥 进行安全检测 希望可以尽快恢复痛斜 无线电视机仔陈雪宜报道 四川省雅安市山洪暴发 造成最少百死十二伤 仍然有人失众 有内地传媒引述村民说 事发前曾经获安排疏散站备 但是部分人回回村里面 由高空可见 四川雅安新华村经历山洪暴发之后 一片颓缓拜瓦 河流两岸多处受损 大型机械陆续混底 加紧清理道路以便守救 郭千名救援人员去到受灾的村落 由于地势 他们要接力将北边行动的村民 和长者逐一背下山 初步排查 有三十余人失联 四十余处房屋 六十余公里道路受损 截止二十日二十二时 发现遇难者遗体八具 其中五具遗体 经身份比对为失联人员 内地传媒报导 星期六凌晨山洪暴发之前 新华村曾经连续下了个几钟的暴雨 报导引述村民说 村里面的干部 在山洪暴发之前 已经安排他们 去到距离河流几百米的 快气学校站臂 但部分人因为不习惯 而回到村里面 加上事发的时候 不少人正在睡觉 所以未及走避 经过长收之后 当地道路和通讯部分恢复 雅安市政府说 将会把握七十二小时黄金救援期 持续搜救和排查灾情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宜报导 中国和菲律宾据报 就避免在南海人外招冲突 达成了协议 近期两国多次在人外招冲突 美联社引述非方官员说 两国外交人员在马尼拉 举行一连串闭门会议 和交换外交召会之后 达成协议 希望就人外招 建立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安排 报导引述菲律宾外交部说 两国继续承认有需要令局势降温 要透过对话初商管控分歧 中方暂时未对报导作出回应 中方一直强调 对包括人外招在内的南沙群岛 特朗普和他附近的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而针对在人外招非法坐摊的 菲律宾军舰 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遇食受伤之后 第一次出席造势集会 去到关键摇摆州 密歇根州拉票 特朗普说收到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慰问信 又讽刺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好似狗攻击总统拜登 试图逼使对方退选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星期六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出席竞选集会 早前他遇食受枪伤的游儿 没有再贴上白色的纱布 而是换成一小块胶布 他的竞选法当 俄亥俄州参议员曼斯 亦都第一次和他同台造势 特朗普致迟时说 能够站在大家面前 全靠全能上帝的恩典 特朗普说他遇食之后 收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慰问信 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 特朗普又说 总统拜登在民主党里面 面对退选压力 更加讽刺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好像狗那样攻击拜登 曼斯发言时就批评竞争对手 副总统何錦麗对国家欠缺忠诚 密歇根州是其中一个关键摇摆州 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 童年曾经在那个周二一万多票差距 险胜民主党对手希拉莉 直到2020年 在当地以超过15万票输了给拜登 至于这次集会地点大急流成 本来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 但在最近几届的选举 越来越多人 改为支持民主党 保鲜电视记者朱瑟琳不得 而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退选压力日增 部分民主党议员公开说 支持副总统何錦麗接行 据报特朗普团队正是制定攻击 何錦麗的计划 包括针对他的负面材料 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外 星期六有近100人集会 要求总统拜登放弃竞逐连任 拜登在上个月和前总统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表现欠佳 之后面对民主党内外越来越大的退选压力 据报前总统克林顿夫妇 私下仍然积极劝金主支持拜登 不过新闻网站Political报道 至今已经有36个民主党国会议员公开要求拜登退选 多人更加表明支持拜登交棒给副总统何錦麗 不过报道说民主党重要人物 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不赞成直接由贺锦麗接行 而在向党又表示如果拜登退出 需要透过公开程序选出接替人选 否则会客跑选民 佩洛西星期六在北卡罗来纳州 向金主发表演说的时候说 未来发生的事对美国非常重要 但是秘宜不谈拜登应不应该退选 贺锦麗同日在马萨珠塞州出席筹款活动的时候 就重新支持拜登 说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总统 美国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大约六成的受访民主党人都认为 何錦麗会成为好的总统 纽约时报引述消息说 特朗普团队担心何錦麗 会成为美国首位非裔女总统 分化共和党的黑人选民基础 已经准备了针对她的负面材料 原本更加打算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播放反对贺锦麗的影片 但是因为特朗普遇食而取消计划 无线热纸记者何英桥报道 尤其阶段 中文字幕 chemicals